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最近马上在3月底的时候 2nd trip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Yuga的第二次的渊宇宙的试玩 所以最近其实它的猴帝已经涨起来了一点了 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说 哈利到底要怎么选猴帝 趁现在没涨起来 我还在想再抄一波底 看到之后能不能再flip一波 对吧 今天的话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样选帝的 我如果选帝的话 有哪些策略 如果你现在想选帝的话 而且不知道怎么要选帝的话 今天的分享或许对你有帮助 一定不要走开 看完整个视频 我们发布的说 Let's go Are you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我所说的东西都不光任何投资建议 都是我纯属个人的分享 话说猴帝从去年发了到现在 其实也是一直在那里 虽然说有10万个 对吧 我觉得他其实之后的话 很多人说他还会再增发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会增发了 他应该是之后可能还会给你有10万个地出来 但是他会让你二选一 比如说你要之后的镜像的地的话 你就把现在的地要烧掉 如果你要现在的地的话 就要把之后的地烧掉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二选一的 我觉得之后的赛的宇宙 他应该是给你一个 比如说给你两个世界 让你在两个世界 比如说一个光明的世界 一个黑暗的世界 你可以在两个世界里面只中选一个 所以我觉得总共应该 阿德塞就是10万块地 我不觉得他会有20万块地 这是我第一个想分享的一个点 第二个分享的点就是说 他现在价也是比较平稳了 最近的话其实涨起来了一点 在去年最低的时候 基本上跌到了差不多一个以太左右 现在的话已经又涨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话地板已经来到1.8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很怪的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三月底 马上就要第二次 马上要开始第二次试完 Second trip要开始了 现在的话还是没有太起来 所以我觉得你看现在顶多加起来 也就是两个月对吧 我觉得可能从三到三月 还有一个月 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选 我觉得到三月初才有可能 这个地才慢慢才会被有人扫起来 其实市场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肯定会起来 但是大家都没有人先去扫 就是是慢慢的对吧 先去抓别的项目 就是炒别的项目 时间到了再回来再炒这个项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时间都是这样的 Anyway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都是一般怎么样去扫地 首先有几种方法 如果你只求投资回报的话 OK 就直接扫地板 就直接按着地板扫就行了 就是说这是blur 当然blur的话里面的话 它现在是收一个0.5%的手续费 其他的话是没有的 要比OpenSea其他的 要低很多 当然它也算是一个聚合器 对吧 比如说你看Lux Rare上面的 对吧 还有X2 Y2 它的是也有挂单的 大家如果看到标志的话 标志的时候就是说 你这个地不能在OpenSea上买卖 它在OpenSea上被marked 或者是黑的之间被倒过的 所以不可以 所以这种地的话 我建议的话 能跳过就跳过 因为价钱都差不多 对吧 它也不是说比地板便宜很多 但是况且它还不是地板 所以我建议大家能跳过就跳过 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大家现在买地的话 都是去blur上面买 对吧 去OpenSea价钱这么高 水位这么贵 其实买的也不是很多 对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看 只看偷偷报警 你不care 不在乎任何其他东西的话 就扫地板就好了 它能是给你投资汇报最大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想再赌一下 你说我想看一些比较稀有的东西 占再用便宜的价钱 买一些比较稀有比较少的东西 看之后博一下 能不能博到一个这样的溢价 对吧 一个溢价的空间 这样的话就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的话 就是说最近的话 之前coda跌的是最低的 最低的话 去年的话也跌到 是差不多七八个亿台左右 最近涨上来了 就是说也涨的是蛮快的 前几天的话 我看还是差不多12个11个亿台 现在已经差不多在13个亿台左右 这个地 我觉得如果你资金够的话 我觉得其实可以去竞价一些coda coda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对吧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coda能干什么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yugalab 它现在把基本上能拉的这些东西 都差不多拉了一遍了 出来了一年了 还没有拉coda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有可能下一波三月份放个coda信息 让你去拉coda了 这个其实也很难讲 我们只是不知道百分之百 它会不会放coda信息 但是这就是我们要赌这个东西 如果你赌对的话 可能这波coda能涨到13的话 三月份估计能涨到15 16对吧 15 16的话 其实有可能你也能赚一些以太 估计也会不错 对吧 如果coda它公布了玩法以后 说不定coda非常厉害 比如说打金小怪兽等等 现在大家都在猜这个是一个打金小怪兽 但是它是不是一个打金小怪兽 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对吧 我们在买的时候 也就是赌它之后的话 可能会有一阵formal 比如说它功能非常强大 大家看到它打金的这样一个效果之后 去买会买它 coda里面的话 还有分什么megacoda 对吧 它1万只里面就100只 对吧 这个是megacoda 那个都是one of one 非常贵 一个差不多100多以太一个 那个我就劝大家就不要去想了 如果哪位大哥大姐不差钱 对吧 钱很多 说我喜欢 这也没有关系 对吧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coda 还要讲究一个带武器和不带武器的coda 带武器跟不带武器的coda 现在差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把coda变成带武器 现在带武器的第一个地板 现在是17.7 而且它还是个黑的 对吧 不是黑的话 基本上也到了17.88 所以跟地板coda还差了差不多4个以太多 我觉得其实weapon没有那么重要 weapon它只是之前有很多的溢架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武器 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这是第二个 看coda 就是说如果coda加钱下来了 你可以背一些coda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神器 神器的话之前我们也讲过 这个东西大家神器 大家我们都觉得神器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看1比1的神器 这个是肯定是很厉害的 5个的这都很厉害 10个的 但是你看 就是说它没有几个就到了50 60 就90了 所以它这个数量其实说实话也是蛮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50 对吧 50的地板都要到33了 这些一个的5个的我们就不要看了 可能这都是上百以太的很贵的 可以看一下60的这些 也都是22地板 对吧 16 最低的都是16的地板 最低的这有个13的 就有个13的 其实13也算很贵对吧 所以它有60个 Orb的 这个法球的话都是13个 后面90的我们更不说了 所以我觉得 Artifact现在是反而来说 我觉得是价格可能是比较高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神器到时候有什么用 但是神器的话 我觉得现在是价格比较高的 我不建议现在去扫神器 除非你在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你在买coda的时候 它带一个神器 对吧 这个地带一个神器 然后地的属性有比较好 比如说是大猴的地 或者是变异猴的地 等等这些东西 比较好的时候 你有可能把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 看看地的综合起来的价值 你适不适合去买 对吧 但是就单一来讲 神器的话 其实我觉得现在稀有的神器 价格是偏高的 不稀有的话 其实买也没有多大意义 对吧 如果神器不是稀有的话 还不如直接去扫地板 我对神器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我基本上是不会去看一些好的稀有的神器的 最近的话我在关注什么 我在focus什么 我在关注一些比较稀有的资源 什么叫稀有的资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这样的 稀有资源就是说 你看大家这边它分东南西北4个资源 看这边有一个东边的资源 74个 北边的资源 对吧 这边是南边的和西边资源 它有东南西北4个资源 那么我们每个资源进来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最少的资源的话 都有33 35 34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是 我这是最近比较看好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像这个资源它有33个 那它不比60个90个的神器要相对吧 因为它资源是真的是很少 虽然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资源到最后能干什么用 但是它稀有对吧 稀有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50之内的 对吧 这个51也算上了 50之内的地板是多少 所以我有50个之内的话地板现在到4.99 其实这个是我最近在一直观察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其实观察了蛮久的 你看它这个D其实也不错 也是个四星的D对吧 然后也是4.99 而且还是blur上面的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 我一直在观察这一项研究 最近在研究这方面的属性 我觉得在我最近在看的话 其实在50以内的属性 基本上5以内的 我感觉就是价格比较合适 因为我也看了很久了 基本上挂3的挂4的很少 挂出来马上就被秒掉了 基本上都是在67左右 如果挂到这种4.99的话 说明其实价格也还可以 你可以去试着去背一下 去竞价一下对吧 你每个其实都可以看 它每个属性都是不一样 这边是东边的 东边你看完了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再去看北边的 这边只有34 37 37 41 我一般都是看50以内的 50之外的话我基本上不怎么看 这个的话就是5.69 但是这个的话 你要看5.69 它有没有其他别的属性 比如说它还带一个稀有属性 比如说它的地的星级比较好 比如说它是大猴的地 或者它是变异的地 其实这个价钱就可以直接拿下了 对吧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要多看 你看上几天 你自己就摸出来规律了 大概价钱在哪 什么样的东西在哪 对吧 你看38 40 我基本上就是看这前几个 这个是南边 南边的基本上很高了 你看最低的话就是8 我基本上就不要 但是我觉得不管它东南西北 我觉得它这个数量是 我看的是这个数量 东南西北哪一个 其实我觉得其实是不重要的 对吧 最后一个的话也是有33 39 对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是最近一直在看 在focus的一个东西 今天的话 其实早上我看到一个7点多的 一个差不多就是金色的这样一个地 但是一个大猴的地 BYC的地 我其实想买的 但是我去上了个厕所回来 没了 对吧 那就说没缘分 我就自己去等就好了 所以像这种地是最近我比较喜欢 我想去博一下 就是说有可能我在等它玩法出来了以后 我可能能博到一个比较好的溢价 比较稀有的这样一个资源 到之后的话 我可能可以换好多地 或者是它非常稀有 价格一下子飙上去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我可能会扫一些地板 然后会去 比如说看到好的 我会直接买 如果没有看到好的 我可能会竞价一些 这种资源比较稀有的地 当然coda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的话 如果你经济势力允许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手上拿 最少一个coda 因为你不知道它该干嘛 对吧 你起码在车上 对不对 但难道它之后如果到最后起飞了20个仪态 对吧 你其实也在车上也是比较好的 最近的话 基本上我对Deed的理解就是这样 然后我对Deed就是说 愿意去低价钱 去买一些这些稀有的东西 我觉得扫地板其实是一个 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一个 最好的回报方式 但是我觉得那样其实太无聊了 我更喜欢去研究这些Deed 我更喜欢去用便宜的价钱 去找一些比较稀有的东西 不管是看到一个好时机买到了 或者是我在一个比较合适价钱去竞价到了 其实我在心里都是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其实我心里是愉快的 就是在赚钱同时我可能还是比较愉快的 但是还是要同意提醒大家 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对吧 风险投资 在之前你要把这个东西研究好 要看很久 你要理解很久 对吧 我想知道你们对D是什么样的策略 有没有是跟我一样 就是会找一些这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还是就直接扫地板 还是你想要喜欢玩coda 对吧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策略的话 如果今天策略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好吗 然后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所以你才不会错过 下次直播和发片的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了 拜拜